全新民視8點檔市井侯門 17號上禮拜五善大開進 卡斯陣容除了2019年 在車窗布輪積穩 一朝三年 終於迎來新工作的謝忻之外 好久不見 你再給我轉過來就這樣 你過來為什麼現在大段 這樣到底哪裡好比 攤開群演大合照還會發現 當然不是阿翔 看到BMW他不就要回對了嗎 白色擦三的名堂要開三個角色 對 其實就沒有必要 我覺得就是把過去留在過去 那與其說遮遮掩掩 我倒不如用另外一個心態 去迎接一個新的開始 新的未來 沒錯 終於讓我想到 謝謝 而右下角同樣是在2019年 跟馬俊玲一起幹大事 幹到馬太免停牙起來的王瞳 那條線沒有拿捏好 那條線沒有拿捏好 今天沒有把戲裡 跟戲外的界線畫清楚 都是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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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王瞳挺過桃色風波 但掐指一算 重力小圈的馬俊玲 也真的是好久不見 不過老鐵們不用著急 奔看結果小到消息 小李玲將會化身試鏡豪門的隱藏彩蛋 回歸民視八點檔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這樣兩人在劇中相聚 馬太免停 苦力還要復雜 本刊四下到處打探 原來劇組跟馬太免停拍胸骨捧陣 新戲當中不會有馬王配 劇情安排兩人處於一個平行時空的狀態 馬太免停這才點頭 讓馬俊玲有穩定的熱錢可賺 不過馬俊玲為何沒有出席開鏡儀式 據瞭解是劇組叫他賣來啦 免得再跟昔日婚外緋文對象同台 緋文熱度搶過戲劇風采